罗湖边检站共查获高仿真手枪16支子弹100发 这些仿真枪制造精良 精简易改造就能达到与真枪实弹相似的功能 28号第14届中国五金博览会在浙江永康落下了帷幕 随着经济的逐步回暖 今年无论是参展的规模还是成交量都创下了历年之岁 作为国内最大规模的五金产品交易平台 今年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内20多个省市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 是历年来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一次 展出的十多万种五金产品包括节能电动工具 有色金属小家电及厨具等代表了行业整体发展的方向 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 博览会吸引了不少国外采购商 像韩国日本还专门组织了买家采购团 据统计在三天的博览会上 共达成各种技术合作一百多项 交易额超过82.5亿元为历年之最 其中来自国外的订单同比增加了两成以上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还有哪些新闻值得我们关注 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批10家创业版企业启动招股一周后 第二批企业也进入了发行程序 28号新领物流网速科技等9家企业发布招股意向书 开始进行网上路演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10月9号确定发行价格 10月13号网上申购 本周首个交易日 护身股市大幅下挫 上证宗旨收报2763.53点跌2.65% 深圳城市收报11086.71点跌2.61% 两市成交萎缩 总量仅为1200亿元 我国首家综合现货商品交易所 渤海商品交易所28号在天津接牌 渤海商品交易所结合天津港口物流优势 在石油及化工商品金属煤炭农林商品等领域 推出标准现货交易品种 并实现24小时现货连续电子交易 28号 20多位权威专家 对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全月球数字地形图进行了综合评审 评审组一致认为 该图地形轮廓表达清楚细节丰富 在数据覆盖范围 平面定位与高层精度 空间分辨率等方面 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8号 连接云南大理和丽江的铁路正式通车运营 在线路全长160余公里 设计时速120公里 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8号在北京成立 将主要承担我国水下文化遗产 科学持续的保护与研究